弟子在念佛念到极尽的时候 看到虚空许多众生 其中有佛菩萨也有道人 这个宝伐向仙人 还有出家师父盘腿打沐浴 他们也跟着念佛 请问为何会看到他们 这是感应 这是好事 可不能执着 执着就不好 佛在《论言经》上讲 这种现象出现 你就不理会它 不放在心上是好境界 如果常常放在心上 慢慢就变成魔境界 这个道理要懂 不管什么境界先行 这都是说 你在有一定的程度 把时空 刚才讲时空突破的 你能看到不同空间维持的这些状况 看到佛的经济 看到天人的经济 仙人的经济 或者是六道众生的经济 都可以看到 这个是正常 不要去执着它 也不必读书 但是你可以把它用笔记记录下来 对于你的修行 对于你的修行会很有帮助 因为这是你的功夫 这个达到某一种程度的这个记录 那么你的记录也不必到处给人看 可以给真正有修行人的时候 给他们做鉴定 那也许有价值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可以提供给同修们做参考 再也许有价值的时候